开局一只手装备全靠开 极限性生存大陆朋友们 看到的方块必须开 这是游戏规则 然后我们的难度也是调到了极限困难难度 兄弟们只有一条命 叶峰能否通关 嘎啦美咯的腰子 开局就得到了两桶牛奶 还有一个水桶 可以说是天湖开局 岩浆桶就不要用了 另外要做一把剑 不是普通的剑 是一根木棍就能做出的小木剑 另外咱们再快速搭建一个房子 把这个猪也给它圈到我们的房子里 这圈不进去 那就把它变成猪肉 OK了家人 第一个幸运方块运气非常好 希望接下来看到的所有方块运气都好 不然我们这条命就干了 这个系列就结束了 箱子直接摆好 现在我们用不到的东西全放到家里 这些都是用不到的 带一桶岩浆就可以了 我们没事的时候中毒可以喝岩浆 因为岩浆可以解毒 现在直接把坐标坐上 这就是我们的叶峰的小木屋 有人说食物是什么 咱们现在也没有挑 兄弟们 只能吃点后面狗都不吃个胡萝卜 来胡萝卜 整一桶胡萝卜 胡萝卜真好吃 现在我们直接随机传送出去 最后的一个苹果 不要吃 不要问我为什么 有些问题比较多的小朋友 他就要问 他为什么不能吃这个苹果 反而后边你就知道了 现在咱们先把周围 可以看到的幸运方块都开了 那个是不是 我去还两个 朋友们 我有种预感 这两个方块有一个是不太好的 这样吧 为了安全起见 用二楼 十年单身 换我不使 这个时候 有的小伙伴会着急的把金针扔进去 然后瞬间召唤TNT炸死自己 但叶峰是有经验的玩家 我可是幸运方块人朱烈 人称幸运方块大帝 所以直接加住二楼三十年单身 兄弟们 这还拿不下他 先把那铁罐挖了 这压力板也给他挖掉 不然他还不小心掉东西上去 以前的那个方块激活了 万一真的是TNT 那我们就亏大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 现在我们可以先做一个铁构 增加我们的挖掘速度的同时 还能给自己做点装备 装备才是最重要 你说你要是没装备 是不是这个R 这下边可是实打实的幸运方块 坏了 这是个原版方块 众所周知啊 原版方块的 这个爆炸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我还是先给自己做一套铁装备吧 救命救命 来套铁装备 来吧铁装备 我记得铁装备 应该防御力是差两格半吧 玩了十多年MC 这点还是记得清的啊 果然 有了两格半的保护 必是好的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我说什么来着 一猜一个准 因为两格半的这个差距 是有种神秘力量 具体是什么力量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我就不多说了 好吧 反正咱们这个是有惊无险 得了一些粉色羊毛 我就不要了 但这里边这些方块 就不一定是好的 什么东西 哦 一朵鲜花 菩拉味 它有火焰复加 我去抢夺这么高 拿着拿着 咱们一会用这个去打只猪 然后就可以给我们钓很多的熟猪肉 那这个猪就不要了 生猪谁要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没有煤炭 又发现一个方块 哎呦 规则就是看到必须开 我可不能躲呀 开了吧 怎么说 咱们这家伙刚玩第一集 才几分钟 我就已经有黄金块四个了 并且大家注意 下面这个漩涡方块 可是非常好的 这个方块 如果我们自己做的话 至少得需要很多的钻石 绿宝石才可以 先开左边的 哇塞 红石块 天呐 我怀疑 不用下框 我可能能够凑齐转化桌的材料 第二个是什么 透明方块 上面写的 什么 完了 它把我一个方块挤没了 不过好像召唤了一个祭坛 不会是爆炸吧 哥 别吓我 着了团火 我总觉得这下面有机关 先挖一下 避免有机关 兄弟们 想坑我 看来是没有机关 太好了 铁钉 黄金钉 还有一个班多拉魔盒 这是什么东西啊 看起来好奇怪的道具 右键 没有用 也 哦 拿在身上有隐身和力量 拿着拿着拿着 隐身戒指 我可以把这个理解成隐身戒指 对不对 右键把班多拉魔盒放了 赶紧跑 这个玩意儿 它真的是在动吗 我去 它在干什么 哦哦哦好多牛啊 别把这些牛摔了呀 让我打点肉啊 这是什么建筑 一个大肚门 好神奇啊 那我们先搞点猪肉去吧 我不想吃狗都不吃的胡萝卜了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